中国音乐公告台,作为国内首当打歌节目,第一期嘉宾便受到了大家的期待,蔡徐坤在采访中也表示,对于这个新舞台练舞一个月,甚至彩排到深夜也无疲倦的感觉,认真执着的他,还请来了在杰克行的编舞老师,无论是服装,还是舞台的映画位置,都要经过自己的反复确认。 在节目曝光的花絮当中,蔡徐坤在练习室当中,反复的修改舞蹈动作,反复的练习,期待他的第一个打歌舞台,在预告片中,除了蔡徐坤,还看到了9%的其他成员,9%作为4月份出道的偶像男团,一路走来备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,直接出道快5个月了, 相信不少粉丝们都无比的期待他们的新歌和团宗,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采访中,成员们也透露了新歌的进展和计划,接下来会有舞台表演和打歌,这是团队要上打歌舞台了。 中国音乐公告牌中,看到了9%的身影,在讨论服装的时候,林燕却想要尝试背心,这时候游长静很委屈的表示,背心的话你们,有想过我感受吗? 主唱大人怕自己hold不住呀,还有网友评论道,怪不得小游最近在保兽,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游长静穿背心,除了9%外,还看到了next组合的4位成员,8月尾出道的昆明四子,穆紫阳,月月,林超和不凡,穆紫阳又开始了搞笑环节,一起期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